白格新闻 共振党主席瓦兹沙今天宣布 他获得30名州议员的支持 以取代卡丽的雪州大臣职位 表态支持瓦兹沙成为大臣的 包括共振党13人 行动党15人 以及伊斯兰党2人 早前卡丽在经见苏丹后 对外接说他获得多数议员支持 所以苏丹预准他继续留任大臣职 也是驾引州议员的瓦兹沙 是和29个州议员一起出席 今天中午的记者会 显示他才是获得最多数的议员的支持 在雪州议席分配上 一名议员必须有最少29名州议员的支持 才能担任大臣 根据雪州的宪法 让大臣下台的方法 是在州议会内向大臣投不信任票 另外是州议员联署苏丹 向苏丹表态 现任大臣没有足够支持 雪州发展接下来会如何 卡丽会怎样还击 州议会是否会解散 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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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可以ument leave